去吧 这奴才们身份卑微 怕是碰不得这些急物 那奴才们 也就不送各位娘娘 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 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 怕是不好呢 也是啊 这样的事情 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给本宫吧 娘娘 娘娘近日的安胎药 还没有喝呢 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 您说太烫了 这会子刚刚温 再放怕就凉了 皇上 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 很快就出来 去吧 皇后娘娘 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 从前不喜欢西贵妃 现在却能委屈求全 不许议论皇后 臣妾多谢皇后成全 可为臣妾亲手记上福袋 本宫是皇后 理应如此 论理应当如此 可是论情 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 不许论 本宫送你送子观音 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 不要乱了心神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 龙胎是否能保 权在皇后 不在臣妾 此话怎么说 难道不是吗 顺娘娘心意龙胎可保 你娘娘心意母子聚遂 多年来 皇后娘娘一直 如此统一六宫 臣妾实在害怕 若那天得罪了皇后娘娘 臣妾肚子里的孩子 就保不住 放肆 你敢污蔑本宫 污蔑 放手 你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 发誓你从未害过皇嗣 从未害过妃嫔 从未害过臣妾 本宫是六宫之主 怎么可能和你发誓 你放手 你不敢 岂妃为何而死 宁妾为何生不出孩子 复查贵人小宅 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 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怎么会这样 娘娘怎么了 娘娘 娘娘怎么了 娘娘 娘娘怎么了 娘娘这是怎么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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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娘娘遇过去了 皇冠 叫太医 是 太医 太医 女儿 娘娘 娘娘 快开疑 快开疑 娘娘 娘娘 回皇上 娘娘醒了 娘 西贵妃 你醒了 西贵妃 你节哀吧 孩子总会有的 孩子总会有的 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 就当臣妾的孩子名无草芥吗 皇后 你在烟雾臣妾 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 皇妙 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 皇上 皇上 臣妾的孩子没了 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 是皇后娘娘 她与臣妾发生争执 她推了臣妾 皇上 娘娘的腹部 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 太医们皆可验证 肯定是有人大力地推了娘娘 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 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 胎儿的态度 若非遭受意外 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 皇后 当时寝殿里 只有你和西贵妃两个人 皇上 皇上 还有你 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 可又看到了什么 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 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 只是 这 只是臣妾和皇贵妃 确实有听到寝殿内 皇后娘娘和西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 是啊 皇上 皇后与西贵妃发生争执 臣妾们不敢闯进来 臣妾听见西贵妃说害怕呀 恐惧什么的 皇后 还让西贵妃安分守己 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 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 皇上 西贵妃受伤晕倒 只有皇后在侧 皇上 皇后怨恨臣妾得您宠爱 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 出言责怪 生怒之下 她就推了臣妾 当时西贵妃虎脚蛮缠 拉住臣妾的手 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 并未推过西贵妃 如皇后所言 那么西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 臣妾也不明白 西贵妃她为何胡想蛮缠 西贵妃她为人谨慎 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爷的嘱咐 一碗不辣地喝 这么多年 西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 勤勤恭敬 就算西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 娘娘要宽恕她呀 好歹也要顾念着西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 你既说西贵妃胡搅蛮缠 那么西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 当时就只有臣妾和西贵妃两人 臣妾自知百口莫辩 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 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 你觉得百口莫辩 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寝殿里只有你们两个人 又起了争执 你一向不喜欢西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 倒是西贵妃百般求全 为皇后着想 皇上 臣妾有何理由要害西贵妃 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 皇上可曾见到臣妾去也害过谁吗 你心中有数 皇上 你心中有变成的 密尽人的美女 你们去不存在 荒红莫辩论 你不存在 人家又存在 而成了 哪儿 我早知 他还未睁开眼睛 到这世上看一看 臣妾的孩子好无辜 龙月 你哭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干净 我什么都没干净 你过来 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 有皇阿玛在 什么都不用怕 有皇阿娘在 告诉皇阿娘发生了什么事 不怕告诉皇阿娘啊 皇阿娘她推了新娘娘 她推了新娘娘 你瞎说 是你教她的 说是不是你教她的 要不是是你 庆贵妃是你 皇后娘娘您 皇上 臣妾冤枉啊 事发突然 臣妾怎能被谱先知 怎能叫龙月说这些呢 她只有六岁了 她能撒谎吗 况且西贵妃刚刚醒了 谁会叫她 皇上 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 给人陷害 给人陷害 朕不是唐高宗 不会被轻易蒙蔽 倒是你 一直视皇皇为死地 必欲除之而后快 臣妾以乌兰达拉 是先祖发誓 臣妾并未做过任何 伤害西贵妃附中太儿之事 这样的毒誓 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 皇后心肠歹毒 残害皇嗣 即日起 不许踏出锦仁宫一步 好 宋陪圣 母才在 带走 喳 皇后爹 请吧 皇后爹娘 带 h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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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r